大航海的历史中 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国家 可谓光彩夺目 两个欧洲边缘地带的小国 生机勃勃 野心勃勃 打通了东西方海上交通线 开拓出南北美洲两个大陆 把全世界联为一体 创造出帝国的伟业 开启了西方人主导世界的进程 想想挺不可思议的 要知道 15世纪时的葡萄牙 人口只有100万左右 也没有什么重要资源 经过大航海 却演变成庞大的帝国 版图从南美的巴西 到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 称霸印度洋 一度垄断了香料贸易 西班牙的国力比葡萄牙大得多 虽然起不稍晚 但帝国的成就比葡萄牙还要大 科尔特斯和皮萨罗 只率领少数部队 横扫中美洲和南美洲 征服了人口数百万的印第安人国家 堪称奇迹 巴西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 都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西班牙语及天主教文化 传播到整个大陆 可是 小时候胖不算胖 先赢不算赢 西班牙葡萄牙两国 虽然在大航海时代遥遥领先 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帝国 但其兴也搏其亡也呼 没过多长时间 两国就被后起的英赫法德等国超过 并被远远落下 到今天 西班牙葡萄牙顶多 也就算欧洲二三流国家 庞大的帝国只留下一些语言文化上的影响 曾经的光荣全程回忆 西普两国做了什么 以至于从庞大帝国一路下滑到今天的敏然众人 葡萄牙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太小 人口太少 虽然建立起了横跨几大州的帝国 但毕竟力不从心 小小的葡萄牙必须同时向东方 美洲和非洲派遣兵力控制地盘 即使是几千人的伤亡 对葡萄牙来说也是重大损失 1514年 葡萄牙人在北非的据点 被阿拉伯人攻陷 全城居民几乎被杀光 随后 葡萄牙就一步步放弃了北非 这是葡萄牙帝国衰落的开始 到16世纪中期 葡萄牙面临的困难已经十分明显 但国王塞巴斯蒂昂却沉迷于宗教狂热 认为征服异教徒是自己的使命 1578年 塞巴斯蒂昂举全国之力 组成十几万人的大军进攻摩洛哥 惨败 一半军队丧生 国王本人也死在阵中 经此一役 葡萄牙元气大伤 1580年 不得不迎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上台 两国合并 一直到1640年 葡萄牙才再次恢复独立 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 对葡萄牙的国力也是重大打击 地震之后的火灾把里斯本全称烧毁 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 航海加达伽马的详细航海记录 就是在这次火灾中复制一句的 葡萄牙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重新回到大航海之前 欧洲易于落后小国的状态 西班牙帝国的衰落 值得分析之处更多 在征服美洲殖民地的过程中 传播天主教是西班牙人的主要动力之一 宗教的狂热让西班牙人干尽十足 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 建成了庞大帝国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西班牙人也因此更加坚持 天主教的狂热信仰 15世纪以后 宗教裁判所在西欧其他国家区域衰弱 但在西班牙却不断强化 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宗教法庭 西班牙统治者把镇压一端 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活活烧死的就有三万五千人 受酷刑和服苦役超过三十万人 被流放的更是高达五百万人 整个西班牙国家都陷入宗教狂热 不能自拔 国家社会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就是掠夺金银 他们也确实从美洲得到了大量的金银 整个殖民地期间 西班牙从美洲掠夺走了二百五十万公斤黄金 和一亿公斤白银 不过 对金银的疯狂追求 代价惨重 和直接获取金银相比 任何生产活动都太艰苦太漫长了 1515年当时的亚买家总督甚至不惜抛弃亚买家 也要跑到大陆上去挖金子 对金银的追逐一夜暴富的传闻让人们无心生产 手握金银的西班牙人有大量消费需求 本国生产根本无法满足 荷兰英国趁机而起 手工工厂迅速兴旺起来 西班牙人从美洲弄来了大量金银 荷兰英国却成了最终受益者 他们的生产发展起来 在生产的推动下 英贺两国的政治持续改良 最终成为真正的强国 后来居上 反观西班牙 左手从美洲拿来金银 右手从英贺买来各种制成品 西班牙本土仅有的手工业 热衷于生产奢侈品 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 最重要的大众化生产 在西班牙格外落后 国内的工业由此凋零 16世纪中期帝国鼎盛之时 西班牙人手中 有大量来自美洲的产品订单 可以满足多年生产的市场需求 但西班牙人只想挣快钱 根本无心发展本国生产 直接把订单转移到英国荷兰 来自美洲的金银 在西班牙只是用来消费 却在英贺转化为投资 成为发展生产所需的资本 1675年 一位西班牙人得意的夸耀说 让伦敦满意的生产纤维吧 让荷兰满意的生产条纹布吧 让佛罗伦萨满意的生产衣服吧 让西印度群岛生产海狸皮和驼马吧 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 整个世界服侍他 而他不必为任何人服务 即使是在西班牙国内 从事生产劳动的也往往是外国人 大部分的木匠 尼瓦匠 石匠 制成工都是法国人 经营食品 羊毛 铁的是热纳亚人 17世纪中 仅马德里就有4万外国工匠 西班牙本国人宁可受穷也不愿意劳动 就算工作他们也要找轻松的行业满足于少干活就能糊口的生活方式 于是在西班牙葡萄牙滋生出一种被称为伊比利亚文化的观念 这种观念热衷享乐 鄙视生产 歧视劳动者 追求奢华 从根本上是一种反生产的文化形态 前几年 巴西中央银行行长海凯探说 我们恐怕很难摆脱伊比利亚文化的影响 西班牙从美洲掠夺来的大量金银 事实上成为一种资源诅咒 曾经强大的帝国因此走向了衰落和破败 在这个过程中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之处很多 要知道历史总是不断重复 并且相似度往往超过人们的想象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